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今天咱们得谈个硬事了 这个事还是比较硬的 宣布参选 2024年美国总统的 尼基黑利 黑利 昨天在南卡罗来纳州表示 说中国是 美国最强大的对手 但中国的命运 会像苏联一样 哈拉哨不哈拉哨 挺猛 挺牛 这个尼基黑利是谁呢 她是印度裔的女性 长得还比较的漂亮 挺好看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50多岁了快60了 但是年轻的时候 肯定是非常俊俏的 有点老妖婆的那种风度 小型的老妖婆 这么一回事 黑利这个人 她出身的应该是美国的中产 然后呢 应该是一个移民家庭 但是她出身的美国 要不然她不可能当美国总统 去竞选美国总统 共和党的 一直以来呢 就是一个做题家 一个小学霸 然后呢 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应该是2010年 竞选 应该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 然后成功的当选 2014年的时候呢 应该是连任 她这么一回事 她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能力呢 能力肯定在那 南卡罗来纳州呢 是美国传统的红州 然后呢 美国的那个老白男们呢 站的那个位置 站的这个年限比较大 这个州呢 曾经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参议员 叫Strom Sermon Strom Sermon在50年代的时候 他搞了一次长达100个小时的农长演说 目的就是为了 不让这个种族平权的这个 这个议案呢 得到那个什么 得到那个通过嘛 所以Strom Sermon 而且Strom Sermon 也是美国最年长的参议员 他好像一共活了102岁 然后最后在任内病逝嘛 这个这个州呢 你看这个州是什么 你看这个州很有意思 现在两个参议员 一个是格雷勒姆 就是Lindsey Graham 去年这个与台湾政策法呢 就是他提出来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参议员呢 黑人 非洲裔的Tim Scott Tim Scott另外一个参议员 然后呢 曾经的州长是印度裔的 就是尼基黑利 就是黑利 黑利呢 2018年的时候呢 2017年的时候呢 川普 川普就说那个 南卡罗兰纳州长 你别当了 然后呢去那个当这个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当年呢 跟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呢 没少那个什么 没少交锋 曾经有一次呢 还跟王毅外长 当时王毅外长 干了一张 所以尼基黑利这个人呢 比较刚啊 他比较刚 比较呢 能会玩点那种 就是说政治上的 政治上那点 那点把心的 他还会玩点 但是这个人呢 在共和党当中呢 名望呢 相对来说名望还是挺高的 然后呢 他有一个一点是啥呢 他不是川普这一派的 他这个人呢 他不是民粹 他不是民粹 他属于共和党建制派 而是共和党建制派 相对传统的那些人 所以呢 他这个人呢 对川普的一部分 一部分支持者呢 有这个什么 他有这个 有这个号召力 同时呢 对当年就是反川保守派 或者是中间选民 他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呢 这个人呢 就是说在川普 这个 什么示弱的情况下 这势力逐渐衰弱的情况下 他现在参选 美国总统呢 应该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不能说完全没有竞争力 最起码呢 在南卡罗来纳州 应该是 他能 他能是说了算的 最近呢 在最近的一次rally 就最近一次集会当中呢 有大量的人给他捧场 大量的人给他站台 然后就这么一回事 他这个人呢 如果 如果 咱这么说啊 现在美国跟中国这个情况呢 已经就是对着 已经杠上了 毛上了 不是说美国换一个总统呢 就能就能改变 改变态势的 如果黑力当选呢 你说有人说 他会跟印度关系好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会就着美国的利益 他会就着美国的利益 跟他没关系 其实在 跟印度关系比较好的 应该是川普 川普跟莫迪 全是民粹嘛 他们俩全是民粹嘛 就他们俩走的比较来 尤其是2018年 莫迪跑到 美国去访问 当时是休斯敦 然后川普 专门为莫迪 开场 开了一场 什么 开了一场rally 开了一场集会 然后当时有好几万人参加 整个体育场里 好几万人参加 所以呢 他跟川普走的比较近 黑力呢 他有一个印度裔 但是不等于说 他呢 一定就是说 跟印度怎么着的 而且呢 之前 之前美国 还有一个印度 路易斯安那 还有一个印度裔的州长 叫Bobby Jendale Bobby Jendale 基本上把他的印度裔给忘掉了 他除了 他除了 他这个 这个嗓 是 应该是棕色的嘛 但是他内心 全是白的嘛 所以我们管的 叫可可嘛 叫coconut coconut就是可可 可可 你看表面上 是棕色的 里面是白的嘛 就跟香蕉差不多 之前有人管我 叫香蕉嘛 表面是黄的 里面全白的嘛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Bobby Jendale 这么一个人 黑力呢 完全就是说 黑力对他自己 祖先上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那个 祖国这个 他母国这个东西 印度这个传统呢 还是保留了一些 然后呢 他个人的这种行为呢 那还是 就全 完全美国化的 所以呢 这一次 他要竞选美国总统 竞选美国总统 就整个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印度裔同政呢 那在全球呢 基本上比较有名的嘛 欧洲就三个印度裔的 那个国家 政府首党 英国的苏纳克 爱尔兰的 Leo Veradkar Leo Veradkar 还是LGBTQ 对吧 LGBTQ 然后呢 葡萄牙总理 Antonio Cashta 葡萄牙总理 他们三个是印度裔的 然后我们加拿大 加拿大新民主党 党魁 是印度裔的 然后现在呢 黑力呢 要竞选总统 咱这么说啊 如果黑力得到了共和党的提名 那么 拜登跟他竞选 不一定能选得过他 也就是说啥呢 如果民主党 共和党走向那什么 走向正常化的话 要把黑力抬出来 那么民主党 民主党的拜登 其实说实在的 他的作用呢 就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美国的2020年 选拜登呢 不是因为拜登能力有多强 而是对比川普呢 他相对正常点 这么一回事 如果共和党的民主党 同样是一个正常的候选人 那么年轻气盛的黑力 很有可能问鼎美国总统 很有可能问鼎美国白宫 他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时候我就说嘛 阿三小美女的总统梦 阿三小美女总统梦 然后这次他那个 集会的时候 他说啊 中国呢 是美国最强大的对手 然后呢 说中国的命运 与苏联一样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咱这么说 他为什么这么说 把中国比作苏联 没办法 美国人的共同记忆 尤其是共和党支持者 这些人 都是这些白发苍苍的 六十年代的 婴儿潮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支持共和党 他们的共同记忆是冷战 冷战 他们的对手是苏联 你把中国比成其他的国家 比如把中国比成日本 不行 不够格 你把中国比成德国 你把中国比成德国 那像吗 根本不像 你把中国比成苏联 国旗很像苏联的 红黄 对吧 红黄 应该是红色的和金色的嘛 然后呢 这个政党的名字 中国这个政党叫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但是他们的翻译叫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就是CCP 为什么是CCP 给人一个感觉呢 有点像当年苏联那个缩写 叫CCCP 一看就少一个C嘛 那你看这又是苏联 苏联的翻摆 所以呢 大家看着呢 就是说 把中国比成苏联呢 也是一种 就是说 有一种说 回想起了一种共同记忆嘛 共同记忆呢 包括了美国的辉煌 尤其是婴儿潮这一代 六十年代的社会 社会革新运动 他们参与了 他们呢 反了美国的传统 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然后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美国经济腾飞 然后把苏联给压下去了 他们自己表面认为呢 是美国 是里根 里根的时代 他们的年轻的时代 他们辉煌的时代 把苏联压过去了 说这个共同记忆一定有 另外一旦呢 把中国比成苏联呢 哎 好像在气势上 还压了一头 为什么呢 因为苏联是 他们认为苏联是被美国整垮的嘛 其实情况不一样 苏联如果没有 哥尔巴乔夫的话呀 可能现在呢 苏联还在 然后还有一个事是啥呢 当年里根之所以能 跟苏联进行二次冷战 对苏联搞超越遏制 那是因为里根 有一个全球的反苏大联盟 这个全球的反苏大联盟 跟里根没有任何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也不大 而是苏联的种种行为 使得世界的相当一部分国家 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呢 纷纷倒向美国 苏联跟中国边境闹别扭 中国感到威胁 把美国引进来了 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合作 非常非常的深 1973年的时候 中国就邀请美国 直接邀请美国 在新疆建设这个 建立这个监听的这些情报站 所以美国对新疆什么事 门清 他对新疆什么事 门清 经常也就是当年的这个民主党 就是奥巴马时期的第一任 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就是当年的访问 尖二零首飞那一次 把他气口下来了 这盖茨 他当年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美军跑到新疆 去建立这些情报站的 他就是当时的负责人 中国这边的负责人 可见美国对这个事的重视 可见美国对这个事的重视 后来呢 盖茨他自己的回忆录上 说尖二零这事彻底伤了分心 他跟中国的情谊已经结了 已经了了 没有这个事了 没有这个事了 把这事说出来了 当年在中国干什么事都说出来了 说出啥意思 就气气你 告诉你俄罗斯 你知道你边边的国家 跟你干出什么事 其实苏联知道这种东西 所以呢 美国的共和党这一次 黑力他说比如苏联 那是说给他自己的选民听的 然后呢 勾引起他们的共同记忆 勾引起他们的共同记忆呢 然后给自己打气 给自己打气 然后 然后博得一些 博得一些支持 中国是不是苏联 无所谓 中国是不是苏联 无所谓 中国是不是美国的对手 也无所谓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爱你怎么着怎么着 如果你想跟中国打交道 那跟中国打交道 你不想跟中国打交道 也作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看谁能发展过谁 如果中国真能发展过美国 你美国自己产业凋敝 你自己啥也没有 那最后的结果呢 你自己可想而知 失去霸权 但是国家尚在 自己卷去吧 如果呢 你美国 哎 一下子 哎 转过来了 走向正常了 然后吸引了全球的人才 然后你在科技的领域 你在军事的领域 你在这个工业的领域 哎 你没让中国超过去 那你是 那你是美国的造谎 你美国的造谎 你说什么 无所谓 你说中国是苏联 你还可以说中国是朝鲜呢 对不对 有现在我们有些公知 说中国是西朝鲜 中国是西朝鲜 行 中国是个大号的朝鲜 但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中国是个大号的朝鲜 现在能把美国吓得四色发抖 朝鲜什么玩意 朝鲜什么玩意 要啥没啥 要命有一条 有人说现在中国大号朝鲜 然后将来就是朝鲜的命 我可以告诉你 美国人自己都明白 为什么当年美国跟中国建交 当年给美中国给美国一套 美国给中国一套工业体系 让中国赶紧赶紧的有点钱 赶紧赶紧能吃饱饭 因为贫困潦倒 有打遍全球能力的核大国 对世界的和平 按照美国的说法 对世界的和平 危险系数是非常大的 当时他最害怕毛泽东拥有原子弹之后 把这个把这个核武器技术扩散 他最害怕的是这个 所以呢 他试探一下 看能不能跟毛 跟毛泽东呢 和谈 谈出个什么东西来 结果没想到呢 毛泽东直接点当就 来吧 来吧 我们是为了发展 我们是为了发展 我们是为了赚钱 我用这玩意是为了发展 那行了 结果一拍即合 两边不就建交了吗 当时这么一回事 这次黑帝啊 搞这种 就是说小动作 你说这种是 连小动作他都不是 他小动作都不是 他这个就是 在说中国是苏联 其实共和 所有美国共和党的 都把中国比作苏联 而且他可能还有一些小心思 说苏联解体了 中国也能解体 什么新疆的 西藏的 内蒙的 烂七八糟 台湾 台湾 甚至甚至中国南北分裂 搞出这种事 他这东西 也就是做梦 为什么呢 经过中国的普通话的普及 经过中国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建设 经过中国的基建和广泛的铺路 以及中国整套大市场的建立 你再想去分裂 你再想去分裂 分裂那你就是脑袋短路了 其实咱这么说 中国的大市场一旦建立成功了 咱这么说 那些没有加入中国的 当初跑出去了 比如说外蒙古 比如说这个谁 比如说越南老挝 当初跑出去了 没有加入中国 包括塔吉克斯坦 跑出去了 没有加入中国的 他会后悔 他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这么结果 就是这么结果 中国的市场 会使它变成世界发展的向心力 而这个向心力 你美国在想脱钩 你也脱钩不了 所以你现在把中国比成苏联 无所谓 真是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自己随便口嗨 你口嗨你骗点选票 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真真正正说 要说跟中国竞争 那你得来点真才实学 你花里胡哨是不行的 所以呢 这阿三小美女 你说他知不知道这事 他肯定知道 他毕竟是个学霸 他明白 但是为什么他说这话呢 底下人啊 他受不了 你说中国是其他的一个什么系统 或者中国人啊 是一个其他的什么系统 这些人受不了 这些人受不了 一个自己 比他自己跟他相当的对手 而是自己又没有经验的 美国人这个他受不了 他这个他就心脏 可能心脏病会犯了 所以呢 你必须得说一个 他之前明白的 你得说一个之前他懂的 然后这样一来呢 哎 你就能挺上去了 那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儿 同时呢 我们也祝贺这个阿三小美女呢 希望呢 他能圆了他这个总统梦 啊 我们呢 为他那个啥 为他那个点赞 打call啊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小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嗯